最新一期的节目中王秋益与薛哲阳单独约会 就才是自曝自己是充电宝人格 不缺安全感 所以不需要向别人索取安全感 从没有过和自己或别人生气的时候 情绪稳定不会陷入焦虑 并愿意充当别人需要充电时的充电宝 心动的信号第五季女嘉宾王秋益 打出场就自带光环 她不是女嘉宾里最漂亮的姑娘 甚至单论外形的话处于劣势 但她却是性格上最初挑的那个 其沉稳平和很难不让人羡慕 最新一期的节目中王秋益与薛哲阳单独约会 就才是自曝自己是充电宝人格 不缺安全感 所以不需要向别人索取安全感 从没有过和自己或别人生气的时候 情绪稳定不会陷入焦虑 并愿意充当别人需要充电时的充电宝 这种泰山崩于前而似不变 的能力很少在女孩子身上看见 这意味着她不会坠坠不安 不会患得患失 理智冷静善于解决问题 除此之外家人的鼓励教育 整个家庭从老到小都可以良性沟通的友好氛围 也让秋益成为了一个不用费力便 能给身边人提供极大情绪价值的人 有人需要帮助时及时出手 面对喜欢的人主动进攻 任何场景下先看对方的闪光点自动化身夸夸击 她有自己的杰作并相信自己的选择 在这样的性格之下 她自然不会受烈似 主动的女孩掉价的言论影响 事实上 尽管薛哲阳感受到了王秋益 对自己那赤裸裸且直接的好感 却也从未轻视她 她很快找到了与秋益的共同节拍 并不自觉地向她靠近 第二次全员约会由女生发起 秋益准备的项目是起码 这是兼顾自己与薛哲阳的双重选择 约一个爱运动的男孩去骑马 并展示自己在马上的萨爽音姿 她是发光的 对方是欣赏且享受的 各大的学历优秀的家世 共同的爱好 稳定的情绪薛哲阳说 觉得即便是在一起几十年 都未必和秋益能吵得起来架 姑娘的身上有着从容的松弛感 在示好行为上更男性化 既不通过卖乖讨好示弱 或是闹脾气吸引和绑定对方 而是通过释放自己的魅力 让对方忍不住靠近 她是主动的那一方 却也是手握主动权的一方 就像大多数男性 主动追求女生时的行为一样 不是什么肝当舔狗 而是在掌控整个游戏 大大方方的去争取胜利 哪怕是节目结束 秋益没能和喜欢的人在一起 相信按照她的性格 也不会陷入觉得 自己不够好的情绪之中 松弛平和有韧性 这大概就是真正强大的内心吧